那有請主委 請您主委 許委員長 主委好 這個10月6號 有一群公民團體其實到農委會去請願 去請求 請求農委會 在大潭 這個藻礁這邊 列一個保護區 野生動物保護區 那我想它的要求非常的有正當性 農委會在106年3月29號 你們公告修正的保育類野生動物名錄裡面 將這個柴山多杯孔珊瑚 列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 那剛好 它在大潭藻礁裡面也是這個 這個珊瑚 這個多杯孔珊瑚它聚集的地方 我想請問農委會的立場如何 他們要求列為這個 野生動物保護區農委會的態度如何 因為 從中央主管機關根據野生動物保育法 中央主管機關如果認為緊急或必要時 得經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是認可 進行劃定或變更野生動物保護區 我們農委會會作為如何 態度如何 報告委員 有關這個柴山多杯孔珊瑚 它因為目前已經是保育類野生動物 所以 要蓋這個接收站 我現在問的是農委會的立場 這些地方公民團體 要求在那邊 劃定這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我們農委會會去行動嗎 就像你講的 這個已經列為這個 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了 農委會的立場是什麼 因為根據你第十條 就像你講的 主管機關第一項保育計畫 之後下列四項予以公告管制 不得污染跟破壞環境等行為 所以農委會的立場是很重要 到底 他們這個要求你們的態度是什麼 要不要把它化為野生動物保護區 要不要開這個會啊 要不要先開這個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啊 謝謝許委員 如果許委員知道那邊的環境 我們現在在這個電廠範圍的南邊 就畫一個保育區 那這個相關的這個資料 從紀錄來看過去 以之前的這個陳博士在做這邊的調查 他曾經在104年那個時候 他也做過兩年調查 現在公民團體要求劃定的區域是你們已經劃好的嗎 不是 另外的區域 那所以你說的部分呢 我們要啟動一個就是 我們還要做完整的生態調查 因為這是程序 所以這個部分 因為 對啊 主委我要問的是說 他們有這個要求 而你也有這樣一個瀕臨絕種野生動物在那邊 你也認定了 那你要不要啟動這個程序 就像我前面講 你可以開這個保育諮詢委員會啊 你可以做調查 現在他們想關心的是說 那到底農委會在這件事情的立場是什麼 有沒有採取一定的程序 有 我們包括那個 也指導桃園市政府 他已經寫起那個中央大學 啟動一個研究計畫 那我們後續 後續也會跟中研院的這個計畫一起合作 將周邊的這個生態環境 來做一個完整的調查 主委 你們應該是不是一開始才知道這個案子 好 你們去認定它 你們在附近也有一個保育區 那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現在要不要去做 現在照你這樣講法是說 這個過程還很漫長 什麼時候開這個 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 那開的時候會不會把 這些公民團體這個訴求 在藻礁這邊 大潭藻礁這邊把它列為保護區 委員報告 要開那個會是要特定 我們有經過 像之前 多邊口商戶要認定的時候 那個時候才要去開 現在多邊口商戶它已經被認定了 你講的是應該是另外的 另外的程序 但是我們要把這個基礎的資料做好 後面才會啟動相關的程序 那需要多久的時間 這個 因為 我們要做得相當完整 你不要 你程序做到一半的時候 你要已經開始在那邊做了 接收站已經開始蓋起來了 因為目前這個部分是同軌在進行的 雙軌在進行的 我們 我們 因為 社會可不可以有個很清楚的立場 多久把這資料收集好 多久開我們這個所謂諮詢 我們按照目前的進度應該是 半個 半年內 所以 的確會往這個方向去收集資料 因為 其實地方跟中央都可以做 可是中央遇到緊急的狀況的時候 你可以靜置作為 所以主委我意思是說 雖然有環保署有中油 他們有這些爭議在這邊 可是我覺得農委會應該本他自己的立場 如果你這邊也認定有 這個 你界定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在這邊 我想這些公民團體的訴求是非常正當性 而且你有職權去 劃定這個野生動物保護區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農委會要有作為半年內完成 是不是 這是你們的計畫 資料我們一定會半年內把它完成 那如果這些公民團體覺得他們有很多資料 提供給你們 有沒有問題 公委員報告 我們當然是他們可以提供給我們做參考 所以公民團體有很多是中研院的學者 我知道 他們現在在這個山區裡面其中一區有 那我們希望是把整個保護區的範圍都一起把它做 北邊跟南邊都把它做得完整一點 因為我們重視的是七地 七地的這個整個完整的調查才是最重要的 好我想我們會持續的關心這個議題 主委另外一題 這個你的第二頁 又在談這個農業保險 你也列了好多項 可是你知道你講的高階梨芒果 世家水稻這些 看起來項目很多 可你知道他佔的百分比多少 投保率高嗎 目前不是強調那個覆蓋率的時候 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現在是要 因為台灣作物很多元 我們希望能夠每一項作物都能夠拿到它的大數法則 因為我們要 將來要立法的時候 將來這個制度 我知道你現在要做一些實驗 測試 可是主委 百分之零點零三 離大數法則非常遙遠 我就說 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些 可是他比例非常低 你雖然找了幾個項目 連世家水稻有百分之零點二 我覺得這樣子能支撐你 好下一個 前面一頁 為什麼我們的農業保險法會被行政院打臉 上次你講不是打臉 因為就是缺乏資訊 可是我意思說 這個事情到底推得動推不動 你把它列在第二頁 我本來想說是有進展 有辦法嗎 我們的農業保險法 我們的農業保險推得下去嗎 跟委員報告 其實 最後 我們就是說 你剛剛提的 韓國和日本的經驗 他們大概 最後還是 以政府成立的這個基因 做為最後的後盾 現在這個法 什麼時候 有辦法在行政院 我們希望 明年的上半年 就能夠送到 明年上半年 這個基金呢 基金什麼時候可以編 當然這個部分 要法以後才能弄 是 所以這個農業保險推到 我看 到明年上半年之前 不會有什麼 那請問 我們的專責單位咧 專責單位就是 我們現在是農金局 農金局來負責 我們會成立一個 專營的農業保險公司呢 還是你之前 上次私政報告講的 要找農會的這些合作社來做 這個部分我想 委員這個意見 我們都會容納 因為之前是以基金的這個 這個財團法人去 去做的 不過我們覺得現在 整個這個 進行的這個操作模式 我們應該要廣納 主委你看齁 這個比例實在太低了 它低到就是說 其實農民的參與很低 然後你的法 在行政院又被 退 你的基金 遲遲不可能看到中營 然後你把它列為你重要的 施政的方向之一 有可能嗎 我個人看了以後真的是覺得比較悲觀 如果沒有行政院的支持 然後你沒有得到農民的支持 甚至你能找到 你現在都是找這些民營的保險公司啊 每個都在苦哈哈 好對不對 比例低 又虧錢 做得下去嗎 跟委員報告 合作 然後取得大數法則 後面的這種制度設計 就會比較完整 OK 再問一個 捕風捉蛇 我想這個已經關心很久 我們很高興說 農委會也編了預算 可是我現在得到的資訊是 一國兩制啊 107年 一月以後 其實你還有123456 六個縣市啊 五個縣市啊 還是有消防員在處理啊 主委 我們現在遇到什麼問題 你都 願意撥錢下去補助了 而且這 這五個 這五個縣市是你補助30%的 比例不算低啊 好 跟委員報告 經過委員的關心 我們也跟行政院來爭取 現在都已經爭取到補助50% 所以 各地方政府 我們當然尊重他地方自治 這個部分 我們還會繼續來指導跟協調 現在都已經是 平均都50% 可是我怎麼會看到這兩個公文 一個是台中市政府 一個是嘉義縣政府 再挨的都是什麼 希望能把補助提高到八成啊 目前補助五成有講 當然地方政府 中央給越多錢越好 可是除了給錢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嗎 因為我不希望看到 你知道消防員就會說 啊 回到前夜 我為什麼在新竹市 我為什麼在南投 捕風捉蛇我還要去 我其他縣市的同仁都不用去啊 跟委員報告也分享了 過去有在地方服務 即使的危險 如果沒有消防分隊 即使來處理 我想是沒有報告 這樣民眾安全 當然啦 你這個前面這些回歸 農政單位 然後農政單位的部分 因為是保育類 所以我想我們在這個 回到農政單位的這個部分 怎麼做 現在有幾個 縣市政府他做的比較 有基礎的 我們將來會做 共識營 給他們分享 因為一開始 大家沒有經驗啦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會持續來努力 我想不要一國兩制啊 也不要讓消防員覺得說 他在不同縣市 待遇是不同 我當然知道緊急的 或是夜間的 可能最後還是要消防員去處理 十萬件 統治以後才發現說 這個長高達十萬件 所以過去消防員負擔了這個 我想回歸農政單位 農委會要負起責任來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